这一个就是当地百姓口中的草皮种啊 里面埋葬的就是魏文帝草皮 说到草皮争议很大 褒贬不一 三国制作者陈寿对他的评价都不太高 陈寿认为草皮离明金圣主还差得很远 就此我们来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草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抛开文学创作能力和工作能力 单独来看一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 我认为草皮是一个现实主义唯物派 何处此言呢 草皮对自己临寝修建下了终志 身后是一概从简 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 亦无不绝之木也 这句话在我们现代人来看非常的平常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草皮可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一个开国皇帝 他已经是认清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不寻求自己曹魏政权的长青 再结合他平时待人待物的方式 所以说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实打实的现实派 第二个问题 曹魏代汉是历史的必然 还是个人权力欲望的膨胀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 我说三点论断 定论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点 汉县帝流血做了几十年的傀儡 已经没有能力调动兵力 改变自己和国家的命运 第二点 曹孙流各自地盘的百姓 因为强势军阀的庇护 生活逐渐安稳 庸汉的民意基础大大降低 第三点 天下大势分九必合 螺旋上升曲折前进 大家觉得曹毕是不是残汉达 第三个问题 曹毕是一个合格的皇帝吗 曹毕虽然是一个迅武大致的皇帝 但是他的文治武功确实一般 但是他有两个功绩 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第一个功绩就是 他开创了九品中正制 这是一个选官制度 他发展了两汉的查举制 对后来的科举制 也是有影响的 第二个功绩 在他任内 又成功把西域疆土 统侠在中央政府下 保证了国家的稳定 放到现在 就是保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 所以综上手术 曹毕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但是绝对算不上优秀 我们说了这么多 这个曹毕种的真实性 到底有多高呢 我们下期分解 我们下期分解